各位澳洲澳洲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澳洲澳洲到 我是高松月 我是02年来澳洲的 当时来澳洲读书 后来工作 然后创业就一直这样留在这里了 我记得当年来的时候呢 和很多的新移民的朋友 可能有共同的困扰 就觉得这个国家看起来不像一个发达国家 以至于呢 新移民后来给澳洲起了个名字呢 叫土澳 但是澳洲真的有那么土吗 其实不见得 经过这么多年在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呢 其实让我看到了很多的惊喜 澳洲有非常多的技术的发明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然后比如说像电冰箱 比如说像黑匣子 然后比如说像青霉素 人工耳窝 心脏起搏器 WiFi 这些其实都是澳洲的发明 只是因为澳洲这个国家呢 人口技术相对比较少 所以说很多这样的技术 被欧美和日本其他的资本投资之后呢 拿到了其他的国家进行商业化 所以说不为人知 这是澳洲的技术 那澳洲有一个行业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呢 是很有领先的能力的 那就是医疗健康的这个行业 那医疗健康这个行业的一些商人公司呢 在这么多年 为投资人带来了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的收益 非常的可观 那今天呢 我为大家作为一个特别的节目呢 准备了 总结了13只股票 在这个行业当中呢 想和大家聊一聊 那澳洲这个行业的投资的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如何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 去看待这些投资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机会吧 那我们需要说一下这个行业的背景 生物医药啊 医疗健康这个行业是澳洲可以说 最领先的一个行业之一了 如果我们追溯到1945年 澳洲第一个诺贝尔奖呢 其实就是这个行业的 那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青霉素 在之后呢 澳洲一共获得过14个诺贝尔奖 其中有7个都是在这个行业所获得的 可见真的它的研究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能力和背景吧 澳洲的资本市场上医疗健康的板块呢 整体比澳洲的大盘的表现的是要好很多的 如果我们看过去的这么几年的表现 那么澳洲的医疗健康的大盘的指数是 远好于澳洲的自己的这个大盘 股票大盘的整体走势的这样一种情况的 那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随着疫情的发展呢 全世界的股票都出现了下跌 澳洲大盘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 那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明显的看到医疗健康的抗衰性是非常的强的 那尽管大盘可能下跌了将近是30% 医疗健康下跌了不到10%左右 基本上就回到了下跌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真的在澳洲投资 一定要关注一下医疗健康的这个行业 那我先把自己总结的前10个公司 先和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这10公司是最值得关注的 上市的10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我在选择10个公司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标准的 那首先我希望这个公司是体量大一些的 市值是在10个亿澳元以上 那它其次呢有一定的全球化的优势 那公司是有全球性的或者是技术优势 或者是有全球性的这个业务的 那还有呢最好呢是有收入和利润 甚至是高收入和高利润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 您面前可能就已经看到了这10个 总结出来的这种公司 值得和大家去简单的交流一下 CSL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公司 它是澳洲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了 它主要的业务呢是血液的疾病 以及流感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这个公司呢市值是达到1370亿 可以说一度呢是澳洲最大的这个上市公司了 除此以外呢 FPH和RMD这两家公司都是专门 是针对于呼吸类疾病的治疗型的企业 Cochlear前段时间做过节目 是全球最大的人工耳窝的科技公司 Polynovo和COV呢 以及Avita这三家都是和皮肤疾病所相关的 还有影像科技公司PME 然后消毒技术公司NNN 以及医疗手套的生产商ANNN 这几家公司您可以看得到 其实都是市值在10亿奥运以上 而且呢整体来讲都是 在它的特殊的领域来讲 是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的 而且这些公司的整体表现非常的好 如果你看CSL的话呢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整体涨幅是差不多是2.4倍的 作为一个大盘股涨幅还是非常的可观 FPH呢整体的上涨幅度是差不多在三倍以上 那么上涨一倍的公司基本上是比比的皆是的 而有些相对体量小一点的 比如说Avita涨幅几乎一度达到10倍 这个Nanosonics呢基本上涨幅是差不多是在三到四倍的 这样样子的的的确确又是好公司 然后也为投资人带来了很好的这个投资的收益 那有这样好的篮筹 也会有一些是蹭热度的这个公司 特别在最近这样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蹭热度的公司 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是有这种蹭热度的 这样的一种嫌疑的 那第一个呢 也是前段时间做过节目所讨论过的Mesoblast MSB 然后这家公司如果各位想了解的话呢 欢迎去看澳财网之前的节目 我有一个详细的节目讨论过它 它是一个有十多年背景的一个干细胞的公司 然后长期以来呢收入不稳定 也没有什么利润 然后这次呢 突然间说它的技术是可以在缓解新冠的这样的一种呼吸的症状上 起到了作用 因此公司的股价一度大涨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也是好事 可能这公司也找到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思路 但是呢 就怕呢 这只是一次呢 借题发挥的资本运作了 然后另外一公司呢 蹭热点比较明显的就是Zuno 然后这个也之前有朋友留言想了解这家公司 公司业务非常简单 就是洗手的消毒液 然后呢 和表面消毒液 这家公司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2000年之前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呢 这家公司的股价非常低 甚至只有几分钱 2019年的时候呢 还不到一毛钱左右 那2019年财年 然后呢 整体收入就170万 这次之后呢 突然间一下子大涨 然后因为是蹭了这个新冠消毒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了 那长期公司还是在亏损的状态 如果说消毒液的热潮过去 它会不会是一个裸泳的企业呢 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进行去关注的 Automo呢 是另外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比较有趣的 这家公司主要的产品是针对于艾滋病 自我的检测的设备 是一种小型的 即抛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然后而且呢 还可以用在糖尿病的自我检测上 在疫情之后呢 公司借机是推出了和新冠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 顺势呢 也在4月份于澳洲上市 这家公司其实在几年前当时我们就看过 因为公司在早期 所以说当时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去投资 这家公司在上市之后呢 是从0.2的股价一度上涨了 0.4涨了将近一倍多的左右了 新冠是一个对这公司来讲是一个机会 但长期来讲的话呢 可能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艾滋病和这个糖尿病的检测的这个业务当中去了 在澳洲投资 我相信这个行业呢 的确是大家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医疗健康行业整体的增长性也是决定了 为什么这公司的股票呢 这行业的股票呢 涨幅还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2018到2019年的话呢 澳洲的医疗健康和社会援助的 这个整个产业的增幅是8.3% 是远高于澳洲的GDP的平均的增长的 而且在过去几年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的高 不过参加这个行业的投资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要求的 我觉得有三个注意事项是大家需要去了解的 第一个呢 就是估值高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本身 它的独特性决定了 它的估值往往是比一些传统行业是要高的 所以说如果拿CSL举例子的话呢 1370亿的市值 它的市益率依然有44倍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贵的 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 过去10年CSL的平均的年销售增长速度 是在14% 资本收益率是在36%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公司的市值呢 还是经得起 这样的估值还是经得起这个考验的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风险 特别是小盘股 或者是那个没有盈利的公司 因为考虑到这个行业本身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如果有些公司是在研发或者是临床阶段 它距离商业化的时间还比较久的话呢 那其实我觉得投机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投资风险进行比较好的一个评估 另外一个呢 是筛选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行业啊 的确医疗健康这个行业 它的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公司 真的觉得很多东西也是看不懂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 如果是自己不是这个行业的专业背景 其实不妨你考虑通过投资到其他的基金 或者是这种管理类型的产品当中 去来进行去投资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方法 如果考虑到上述的这些因素 根据您自己的情况 直接投资或者找专业人士 为您去判断的话呢 澳洲的医疗健康行业绝对是值得去参与的 在这里我想插播一个小的广告 我们在下周二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两点 北京的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 将会进行一次澳洲的风投和私募行业的解读 而生物医药或者是医疗健康这个行业 也正是澳洲的VC和PE 就是风投和私募参与比较多的一个行业 到时候我们以后会给您展开讲一讲 如何去看待这些这种基金类型的产品 如何参与到这种行业当中去了 那这个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全部的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这个节目的文资版的话呢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奥维码去 关注我的公众号高谈澳洲 如果您想了解每天的澳洲的行业资讯的话呢 欢迎您去关注澳财网的微信公众号 那这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的话呢 请您留言 然后给我们点赞 我们会在下周呢 继续给您带来更多的 财经澳洲财经相关的资讯 这就是今天节目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